但問題是因為所謂教一代的要定期驗血 尤其是早期開始教藥的時間 可能要隔幾天,一個星期已經要驗血 要調教劑量 要跟隨足飲食的指南 另外有輔助容易出血 為什麼驗血呢? 驗血其實是監察它的營血指數 RNR 需要多少呢? 我們就需要2至3 防止中風 太低的話,你看到這個統計學上 如果根本低於1.5 其實對於減少中風是沒什麼幫助的 去到2就能幫助 但是如果大於3又如何呢? 出血的機會又多了 尤其是腦出血的機會 又變得多了 所以要經常驗血 看看是否2至3以來呢? 為什麼經常驗血呢?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吃的份量都不同 吃完之後就很快要驗血 驗完之後低的話就要加藥 不夠 如果太高的話就立刻減回藥 減了藥立刻又要很快驗血 這個問題就需要調教 最重要就是跟著指示來跟著劑量 另外要注意吃滑花 不要注意就是因為食物都會有影響劑量 譬如這些綠葉菜 它多維生素K 就會減低藥效 所以有時候吃同一個份量 有時驗血高一些 有時驗血低一些 原來發現吃菜有時吃多了 就影響了營血的份量 所以建議通常吃菜的份量都要穩定的 另外番茄這些維生素 E多又會增加藥效 中間其實很多食物都需要注意 可能都要見營養師 教大家吃過食物 要注意哪方面需要穩定 還有這些 現在有些新一代的薄血藥 其實有好幾種 除了這兩種 現在還有幾種新藥出了 所謂新一代的薄血藥 它預防中風 其實研究 可能比華法林更好 它比華法林更好三成多 即華法林已經可以減少六成了 可能在那六成再減多三成 不需要教藥 它不受食物影響 不受其他藥物影響 出血的副作用都有 跟華法林一樣都有 但研究的事情相對少一些 它腦出的機會低了 另外它的劑量 如果算對體重 算對神功能 吃的份量是每天都一樣的 就不需要炎著血來怎樣調教 其中一種叫做達比加群之 達比加群之 但是仍然有些東西需要注意 譬如腎功能不好 甚至腎衰結要洗腎 暫時就不建議吃 不適合用的 那它有時可能會胃痛 通常加上胃藥 吃喝喝少許的水 然後再加上胃藥 接著 好 這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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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